早晨 欢喜和大家一起 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 侍奉神 人人有责 根据圣经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向神交仗的 希望大家在一个欢喜的心去侍奉神 侍奉神不是只在教会 教堂里面有个职位侍奉的 而是任何你荣耀神 任何你的心中涌出感谢神 荣耀神的作为 都是侍奉的 这个主题也在我们这本书《轻松得圣》里面有的 就是讲到如何首先活在神的爱中 和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然后如何处理生命中各样的问题 然后就是发挥生命 因为我们每个人很重要是我们发挥生命 因为是有永恒的价值 也都能够祝福人的 我们每一样所做的事为主而做的 都永远存留 永蒙神的喜悦 纪念和赏赐的 亦都在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的 是令到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的 首先就是真信心必定有果子 我们第一件事要知道就是我们怎样得救 清楚得救 就是 就是以安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他就告诉我们每一个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这里解释什么叫信 因为有很多人信耶稣的定义就是我头脑上信 就是好像你信不信有 有美国啊 有英国啊 我们大家都相信 但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是不会影响我们日常买菜 影响不了的 在这个图里大家看到 真心求耶稣赦免 并且接待耶稣成为生命的主 为什么要做生命的主呢 因为人很多败坏 大家有没有发觉 人会自己会说大话的 小朋友你为什么教他 我教你说大话的 你不用教他 他自己会说大话 你不用教他怎么发脾气 他自己会发脾气的 人是败坏的 所以人里面 靠着自己生出的果子都是不好的 但是当人真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在里面居住 真心说 神啊 我需要你做我救主 我真心接待耶稣做救主的时候 耶稣在里面就会改变 如果大家是清楚信耶稣 你会发觉有一个改变 就是以前觉得 说大话没什么问题的 现在呢 说大话觉得不舒服 觉得得罪人 骂人 是觉得不舒服的 这个就是圣灵在里面的果子 一个真信耶稣的人就会有这个果子 他就会悔改 悔改呢 求耶稣赦面平衡 求耶稣帮他改变 这个就是一个真信主耶稣的人 会有的果子 就是他让耶稣进入心里面 所以一定要让耶稣做生命的主 但有些人就不是这样的 初信耶稣可能又会改变 不过后来 看看看看 那些基督徒都说大话 我们不要用其他基督徒做版 因为基督徒有很多款的 有些基督徒来教堂为了什么呢 有人关心他 甚至以前有些人是为了拿救制都有的 有班朋友 有人可以聊聊天 这里教堂的朋友比外面好 因为他通常不会骗人 于是他们就喜欢来教堂 但这个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原因 如果只是为了来社交 并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 所以你看基督徒做版 有时候不行的 还有有些基督徒 一转身出教堂就说什么 今天谁来教堂 穿衣服很肉酸 牧师说到也不是说正我想说的 或者说到有什么不好 就批评了 甚至有些严重的是如何呢 在教堂找脚 什么脚呢 麻雀脚 完了崇拜又会一起喝茶 一起回家打麻雀 那时候其实他不是真的信耶稣 他没有真的被耶稣做主 你用那些人做版就不行了 因为你说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 他初一信他会有一种悔改的心 知罪的心 但是慢慢慢慢见下基督徒 这个又说谎 这个又发脾气 这个又做一些不好的事 他就说他们都是这样 我这样都没什么所谓 这样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结果他就越来越弱 因为圣灵感动他 他就说人人都是这样没什么所谓 他没有认真去真是接待耶稣做救主 我希望我们个个都是 因为耶稣是很好的 耶稣是充满恩典 充满慈爱 充满能力 你给耶稣做主 你的生命是一路向上的 是有无限量的成长的机会 和整个生命的质素提升的 所以我们信耶稣是接待耶稣做救主 和我们生命的主人 给耶稣掌管我的生命 我就成为神的儿女了 神就会很大的祝福我 施恩给我 有些人说 那我不听话就不祝福吗 因为人的罪 为什么世界那么多吵架 打架 那么多问题 那么多罪恶 那么多杀人强奸 因为世人就在罪里面 当我们没有耶稣做救主的时候 他的心充满是罪恶 神想祝福都祝福不了 所以我们想得到神的祝福 整个生命一定是 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一切加给我们 这里讲到得救一定是信靠耶稣做救主 亦都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当一个人真正得救 他就会有这些果子 这是我根据圣经所写出来的六样的果子 最初两样跟救恩有关的 就是他会继续悔改离罪 和信靠耶稣做救主 譬如一个人他信耶稣 谁知道后来他又犯罪 又得罪人 甚至有基督徒犯奸淫也有 犯了奸淫 他就说 有些其他基督徒都犯奸淫 我犯了没所谓 他没有悔改的时候 他可以失去救恩 因为圣经说到 凡是淫乱污慰 邪荡 偶像 或者是疾道 纷争 这些是可以不能承受神的国 在阿拉太书五章十九节 那里开始 在讲圣灵的果子之前 又讲到情欲 产生什么果子 就是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一个真基督徒 新信耶稣之后会如何 继续悔改 求主赦免 就不会说 犯罪不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敬畏的心 我们每次崇拜都有一个认罪文 是非常好的 希望大家不要念口网的读 你真正在读的时候 你说 神啊 我有没有得罪你呢 求你赦免我 有个知罪的心 并且不要停在赦免 神啊 我怎么去改呢 我怎么不要再骂我老公老婆呢 不要随意伤害人呢 求主耶稣赦免我 这个继续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这个就是得救之后 最基本的改变 这个跟救恩有关 因为得救的时候都是悔改信主 好了 接着两样就跟神的关系有关了 就是会继续亲近神 耶稣说 尝在我里面的 我又尝在他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了 如果知子不尝在他里面 就怎样呢 就像知子丢在我面枯干 人拾起来 轰在火里笑了 所以亲近神不是 就是说不是任你亲不亲近的 而是一个必然的同神的关系 大家不要看为一种 我相信耶稣现在说 原来进入了一个陷阱 现在又要祈祷 又要看圣经 当你这样想 你就会觉得很惨 但是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 神是很多恩典和神掌握一切 神真的掌握我们的生命 我们怎样知道呢 圣经讲的预言 在历史上认言 真是不断的认言 就证明神掌管世界 圣经的人物好像弱室被他的哥哥陷害 但是呢 神都掌管他的生命 还有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会发现 神在那里安排带领 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发现 你越爱主就越发觉神的带领 而我自己我真的看到神怎样带领我 怎样一步一步 让神改变提升 还有怎样发挥生命 神为我开牢 我很清楚看到的 这就是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带来这些恩典 福气和祝福 希望大家就不要觉得 亲近神 我又要祈祷 而是觉得是一种福气 还有以神为乐 神啊你真是好了 多谢你 你给这么好的东西吃我 我欢喜你 我喜欢吃 你给我的身体真是好了 感谢主 你给这个环境这么漂亮 多谢主 看到那些小鸟 蝴蝶 这么漂亮 多谢天父 创造好奇妙 又想到神做这个世界这么好 天堂更加好 那我们就会欢喜神了 因为当我们亲近神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这个果子是整个生命都有平安喜乐 有力量 不再在烦恼里面 还有呢 又会去祝福人的 所以亲近神是得力的来源 我们这样想 是得力的来源 不要想像是一种重担 是得力的来源 还有爱神 圣经讲最大的界命是 尽心尽胜 尽而尽 尽来爱主你的神 在那么多前书16章有讲到 他说 若有人不爱主 者人可坐可就 哇 很严重 如果一个人不爱主 他是可坐可就 即是告诉我们 爱主是我们必然的果子 如果没有这个果子 即是说 神这么好 我们都不去感激他 不去爱他 这是生命有问题 这个是同神关系的果子 然后最后的两个果子就是行为 遵从神 耶稣有讲到 凡清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尽天国 不是个个都能入天堂的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进去 即是说真正悔改信靠耶稣做救主的人 他会悔改信主之后 他前想遵从神的 他以前是骂人 他现在开始觉得骂人好不好 他就会求主帮他 不要骂人了 他会遵从神 在生命上改变 不是个个说主啊主啊就可以去到天堂的 我希望我们个个入教堂都说 我希望将来去到天堂 我希望大家真的都希望去到天堂 天堂是真实的 是很真实 是很多人所经历的 是他们有些人曾经死过 医生救回 他说我身体离开 看到周围发生的事 然后有些人就去天堂 有些人去地狱 这是有很多很多的个案去证实 我本人都有一个很真实的经历 这个真实的经历 关于我第一位的太太 她已经离世世奴归主 在世奴归主两个礼拜之后 她有一位认识我和她的朋友 她是很容易看到属灵的境界的东西 她那支祖感觉到很大的爱 临到她身上 她就很奇怪 为什麽会 看到我这个朋友叫安德鲁 她就很开心 她用英文因为这是西人 她就跟她说 I'm free, I'm free, I'm free 我问她 她说了多少次 她说大约说了十次 因为我第一位太太 她是有十几岁已经有很多病 她就跟我说了很多次 她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世界 你就告诉我 你现在自由了 不用再病了 你现在自由了 她很想脱离这疾病 而当时她跟安德鲁说 我就说 I'm free, I'm free, I'm free 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 就是真是她的心声 并且她拿着一个蓝 安德鲁就看着 就觉得很好奇是什麽 接着呢 她就看到安德鲁看着 她就会心微笑 我知道你好奇是什麽 她就打开揭开的蓝 一揭开的时候 就有一道很强的光 来到这个安德鲁的身上 她立刻感动到一种很强烈的感动 来到她身上 她就哭了 她看了一段时间 她哭了四十分钟 因为她开始开眼看的时间 接着后来她发觉 哭了四十分钟 这是我亲身的 就是我自己的第一位太太的经历 让我知道她真是天堂 亦都知道 为什麽知道是可信呢 因为这个人 我所说这个安德鲁 她是不哭的 她是一个硬汗 她是我帮她祈祷 她生命很大的更新 很大的改变 她很多时候叫我做教授 她是一个不哭的人 但是她会哭四十分钟 证明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 我想说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去到天堂 充满爱 充满平安 大家渴不渴慕呢 我相信没有人说我喜欢去地狱 有些人说地狱有派对 去地狱的人很多时候会去派对 不过不是一定地狱有派对 要分开 很多人去派对 只是去派对 他没有信耶稣 他可以去地狱 但是地狱不是派对的地方 因为圣经说那里 是有不灭的火 不死的虫 是很凄凉的 因为那里 他要永远受罪的刑罚 有些人说 神这么爱 为什么会刑罚呢 因为神也是公义的 神将爱和公义都放在我们心中 譬如社会有一个人杀人 法公说无罪释放 那你当然说不公平 他杀人怎么可以无罪释放 我们的心中有公平 因为神将公平放在我们心中 神也是有公平的 我们个人都有骂人 得罪人 伤害人 贪心自私 拿便宜 利用人 说闲话 我们个个都有的 但是耶稣赦免我们 我们真的要靠耶稣赦免我们 先得救 因为人人都有罪 所以要接受罪的惩罚 我们真信主之后 耶稣就改变我们了 我们一路改变遵从神 神就喜悦 神就必定祝福 神一定喜悦 一定会祝福 所以真信主其中一个表现 就是会遵从神 最后一个是今天我所说的 事奉神 很多人一想到事奉 就想到牧师你做 我们听到的 这个心态 并不是合乎圣经的 因为圣经说了 我们个人都要交障 我们每个人都有事奉 有些人说事奉很难 你不要想到很难 而是这样 当你经历到神任何的恩典和爱 当你感谢神 当你欢喜神 这个已经是一种果子 当人看到你 有耶稣这么开心 已经是果子 当你告诉人 听到耶稣真好了 已经是果子 这是一个生命的表现 自然我们都不想 我们周围的人去地狱 因为那里是永远出不回来的 是永远痛苦的 是永远受刑罚的 所以一个真信主的人 会有这些表现 我再简单的重温 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 是完全是礼物 因为耶稣为我们死 是一个白白的礼物 真是很大的礼物 为什麽大的礼物呢 我用一个比喻说 他有一个孤儿 孤儿没有父母 很凄凉 当有一个 很有爱心的父母 认了他做子女 我相信这个孤儿 很开心 很感激 因为他从今以后 有一个父母 会照顾他 会爱他 而我们这个父母 不是一个普通的父母 是一位全能的神 凡事都掌管的神 所以得称为神的儿女 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所以我希望大家说 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信靠耶稣 有一个这麽大的礼物 我们就感谢神了 当我们有神在里面 他自然会产生果子 当你真心悔悔 求主世面 你自然在里面 就有一种改变的能力 有什麽改变呢 跟救恩有关 就会继续悔改离罪 因为知道罪是得罪神的 罪是神不起的 你自己里面自己自动的 我自己很明显觉得 因为我初期的时候 我信耶稣 我都没有人叫我回教会 我都未懂得回教会 但我在报道会信耶稣 有个咸售课程 我写完就寄回答案 他又寄过下一课给我 我发觉我有些改变 有什麽改变呢 当我有任何不好的东西 我发觉觉得很不舒服 我就跟有个基督徒说 我不知道为何现在 我一做错事 我就很不舒服 他就说 这个就是圣灵在你心中做工 那时候我都未设计回教会 只是上这个咸售课程 后来才回教会 这个就看得到 原来真信耶稣的人 神就在他里面改变 他就会有一个悔改离聚的心 和信靠耶稣的心 接着他会继续亲近神 他先来给神改变和爱神 在行为上就会遵从神 和侍奉神 而这些所有 当我们做任何合乎神心意的神 都很欢喜 神一定大大的赏赐和祝福 希望我们欢喜去做 我很欢喜去做的 因为我网上很多影片 所以很多时候都有人找过 我不断帮助人 有人都问我 为什么你想帮我 我看到你需要 我就想帮你 我只是想祝福的心态 我没有条件 没有任何的条件 没有要求他们要做什么 我只是想你更加爱主 更加遵从神 就是一种祝福的心态 我发觉里面流出来的 而当神见到我这样 祂是喜悦的 我怎么知道祂喜悦 因为祂真的很多的恩典 临到我身上 好了 我们认识一下 当我们侍奉的时候 神会怎样看我们 有一件很重要的 马太25章21节 主人说 好 你者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去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里讲到 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的 按财干受审判的比喻 这个五千的 和二千的 就各自赚了 五千和二千回来 主人就跟他说 好 你者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讲到两样质素 神很欢喜的 就是良善和忠心 良善是什么呢 里面是善良的 是爱人的 关心人的 祝福人的 不是邪恶 不是恶毒 不是要怨恨 害人的心态 而是生命改变了质素 我希望大家的心里都改变质素 当我们不注目在不好的东西 有些人注目在不好的 他就天天愤怒了 很多愤怒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 全世界都很多愤怒 我希望大家就算见到不公平 我们不需要愤怒 因为愤怒改变不了 我们有平安喜乐 反而可以改变到周围的人 但是这个世界是改变不了的 我们不能够变这个世界 我们能够做的 是改变一些人 在耶稣那里得到改变 所以里面保持平稳安静 我们有这个良善的心 还有忠心 忠心就是做神所吩咐的事 忠心的祝福人 去爱神爱人 传人福音 帮助人认识神 他说你做不多的事 就是忠心 这个经文我听了很多次 有一次我听的时候 忽然间 为何是不多的 为何这个五千都是不多呢 那我就忽然间想到 就是说我们很多事 其实整天都是很少想神 就是有时偶然间想神 偶然间去感谢神 那我就给我的提醒了 我就试试全日多些 整天都想着神 整天都爱神 感激神 时时都想着荣耀神 见到什么人都是荣耀神 祝福那个人 起码多些事上中心 可能在神来说 我都是有很多事不忠心 但我说神 我尽量希望多些事上中心 我都希望大家这么想 因为人呢 没有去想着神 就算基督徒也是的 当你的家人不听话 你就开始猛烈了 你就发脾气了 你就会有些不好的表现 不好的表现表现什么出来呢 不会是良善的 有时会发脾气了 有时会真的觉得 有一种怨恨仇恨的心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多些亲近神 你自然里面生出很多平安喜乐 在里面生出来 我希望大家经历到这件事 你越亲近神 你自动 例如你祈祈祷赞美神 你不会立刻去生气人 你会化解那些怨恨的 那你就有更多的事上中心了 接着就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原来真正信主有改变的人 他就会神进入天堂 其中的质素就是快乐 大家想不想开心 我想让大家想 大家发现一种事 小朋友容易开心一点 小朋友呢 不过现在的小朋友跟以前都不同 以前的小朋友是单纯很多 你说带他去公园是很开心的 现在带公园有什么特别呢 可能经常说我要玩手机 我要玩游戏机 他只是某一种东西 就是想一忍 所以比较难一些满足 但是通常来说都是小朋友 比较单纯 所以那些未上学的小朋友 单纯一点的 上学可能就受其他的同学影响了 小朋友那种开心 但是成年人呢 很少啊 真是啊 真是好啊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好少啊 因为 里面太多烦恼 但是神的里面是真的喜乐的 神的里面真是喜乐 希望大家早早饱得神的池爱 尝一下主恩的滋味 是真是很甘甜的 当你越亲近他 你里面就会永留喜乐 我感谢神自从我是多祈祷 我1998年有个很特别的经历 自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我一想到耶稣里面的喜乐就永留 一想到耶稣多谢耶稣里面的喜乐就永留了 是很自然的 我知道这个真是圣灵的果子 我希望大家都越多亲近神 越放下烦恼 越多这些的果子 这些都是侍奉来的 因为人家看到你的生命 就会看到你真是有耶稣 所以下面讲到有良善和有忠心 忠心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首先要明白我们需要向神交仗 每个人都需要 到时每个人都需要 每个人都要 每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 而这个交仗 有些人有这样的观念 他以为我信耶稣得救 我听说是奉神就有赏赐 我不要赏赐我只需要得救 我只信耶稣得救 圣经没有这个观念 我再说一次 有些人说得救和重生是两件事 我听过有个人这样说 他说我以前信耶稣我已经得救 后来我戒了麻祖就是重生 我听到真的觉得很奇怪 一张得救和重生分开 圣经讲到得救的人就是被神更生的 就是圣灵叫我们活过来 我们从死里活过来 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真信耶稣的人 他是马上重生的 如果他没有重生 他是未得救的 即他里面没有一种感谢神的心 没有觉得神是好的 他是未重生 未重生是未得救的 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向神交仗 不只是传道人的 而我们交仗就是说 我们整个生命 是不是流露出耶稣的生命 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 他是不是认识我们 然后我们有没有流露出耶稣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向神交仗的 马太二十五章 就是说到耶稣回来的三个比喻 第一个是十同女比喻 大家可能记得 聪明同女和愚绝的同女 有没有预备好等耶稣回来 第二个就是按财贯受审判 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的比喻 第三个就是绵羊山羊的比喻 这里讲到马太二十五章 第31节 就讲到绵羊山羊的比喻 就是讲到教杖 将所有人聚集在他面前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蓝的时候 要坐着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没有走鸡 个个都没有走鸡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在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扶持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这里讲到当耶稣在他荣耀里 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所有人聚集在面前 将他分开 好像牧羊人将绵羊山羊分开一样 这个比喻 那些不是羊 是真是人 绵羊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大家看到这个图 右边那些 是开心的 左边那些 是逃避的 是不开心的 然后呢 王就向右边那些说 你们蒙我扶持福的 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所预备的国 神为你预备的天国 你现在可以承受了 在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候 他就讲到 为什么你可以承受这个国 马太25章35节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喝了 你们给我喝 我作客女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女 你们来看我 二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 喝了 给你喝 四十节 王也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做在我者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耶稣就说 我肚饿 颈渴 各样的困难 你都来帮我 他们就说 我什么时候帮你 主耶稣就说 你做在我者弟兄 大家看到下面那里 既做在我者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是耶稣的弟兄 哪里是耶稣的弟兄呢 就是属于神的儿女 原来这里说 主要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就是说 我们的好行为 最主要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你想帮这个人信耶稣 做在基督徒身上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的需要 帮助他们更加爱主 帮助他们的成长 也都可以出外面 全福音 圣经也都说到是全福音给万民听 这个也是我们的好行为 那你全福音的时候 你帮助他 因为你帮助他需要 然后你全福音 这个也是同样 因为你想他进入天国 也是得神喜悦的 所以基督徒 我们可以使用各样的方法 有些人用送水 送口罩 和全福音 可以一种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请邻居来吃饭 和他们全福音 这些都是做在人的身上 神就喜悦 就祝福了 这里很清楚讲到 就是我们个人都交障 我们做了些什么 为主耶稣做了什么 做在主的底下做了些什么 在教会身上做什么 教会就是神的家 是更加我们应该去爱的 那怎样爱呢 首先你见到有任何人 新来的 我们都关心他 大家熟悉的都鼓励他 去欣赏他 和分享神的美事 去鼓励人 我希望大家 你越多经历神 自然你多些分享 有些人他没有什么 跟神有拉加 他分享些什么 去旅行 吃东西 有些什么 有些子女不听话 他说的尽都是 他的麻烦 或者他的世上的开心 但如果一个人 他时时亲近神 他自然会告诉人 哇 神真的好 上个星期 怎样帮助我 睡得更加好 让我有喜乐 又帮我传呼音 即这个人又信耶稣 多谢天父 如果一个人是满有生命 他自然分享的都是 跟神有关 他会鼓励人 不是代表我们不讲日常生活的 我一样讲日常生活的 但我们很自然地 会讲到神的美善 去鼓励人 这就是基督徒 他会有的表现 然后就是左边那些 每个都要交账 因为万民 每个都有份 马太25章11节 皇右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奏座的人 离开我进入 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喝 了你们不给我吃喝 我作客里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再监虑 你们不来看顾我 然后左边那些 就要进入那里 为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原来地狱不是为人而设 是为魔鬼和邪灵而设 不过那些人 硬是不想要神的爱 所以他们变了 去为魔鬼预备的地方 其实那里不是为人而设 是很凄凉 有不同的人 因为这些见证 我觉得是 他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因为有很多人研究 他发现有些人死了 救回 他会说 我见到你周围发生什么事 有谁人进来救我 说什么 他都说得出来 有些很客观的研究 盖着他眼睛 蒙了他的耳朵 他知道他的手术 他一定会心脏停止 但当他救回的时候 他说得回发生什么事 然后有些人就说到 天堂如何好 有些人说到地狱如何好 如何恐怖 如何受苦 这些人有很多很大的改变 整个生命改变 让我们看得到 这件事是真实的 就是一个参考 但是最主要我们从圣经有证据 因为圣经是充满预言的 很多预言真的应验 还有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作为 圣经也有科学性的证据 以前我讲过 也是奉耶稣名可以赶邪灵 是让我们知道 这个耶稣是真是胜过一切的邪灵和魔鬼 这个地狱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 而这些人为什么不可以进入天堂 因为他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他们的生命只是埋怨 投诉 只是做一些不好的事 马太25章44节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喝了 或作客女 或轻身露体 或病了 或在监女不治候你呢 王爷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者 弟兄中一个最少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盈里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 耶稣就说 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你没有做在我身上 他们就说我什么时候没有做 他说你没有做在我弟兄的身上 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 当我们见到有教会有人来 或者不是教会 学校的小朋友 在你的邻居 当你见到他有需要的时候 你都关心他 那时候你有一种心 我很想荣耀神 将福音带给人 神就说 你是做在我弟兄的身上 这里说得很明显 因为人对于地狱有不同的解释 不过 马太25章46节是非常清楚 我们再读一次 这些人要往永盈里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 这个认罚有多久呢 这个经文解答了 是永远 但有些人说 神啊你这么爱人 为什么你会永远的呢 原因 神是爱 不过同时 神是圣洁和公义的 当人有罪 他一定要惩罚 但因为这个人是罪人 他惩罚了 都不能遮盖他的罪 这一点很重要 耶稣是完美的 所以他受罪的惩罚 他就代替我们每一个人受罚 但当罪人 就算他罚了一万年 他都不能遮盖他一样的罪 他不能够熟他自己一样的罪 所以他的罪依然在 他无法来到耶稣那里 所以是永刑 是神不想的 曾经也有人说到 他们有耶稣带他去地狱 给他说回地狱的情景 他们看到耶稣哭 不止一个人 看到耶稣哭 耶稣都不想他们在地狱 但耶稣没办法 因为他们不愿意信靠耶稣 耶稣看到他们在地狱 也是很伤心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这里没有一个人说 我不关心天堂地狱 我希望你关心 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 你跟我谈 因为我研究很多 我以前是科学的学生 我什么都要研究到底 我徹查到底 我问过自己好一次 我会不会被人骗了 会不会真的没有天堂 没有神的 你被人骗了 我就反思那些预言 有没有可能 在耶稣未来一千年 之前已经知道有钉十字架 而那时候没有钉十字架 为什么会知道定的呢 为什么知道定耶稣 是会真的手脚被人钉穿呢 衣服又被人分裂 他怎么知道呢 又怎么知道耶稣被钉之后 耶路撒冷就会毁灭呢 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呢 我反复去想 会不会是 他偶然间写了出来呢 都会写得这么清楚 世界上有些人写的预言 不过是很模糊的 譬如有些人说 刘伯温说 铁树开花就是电灯膽 不过铁树开花什么都可以 没有讲明是什么 但耶稣圣经是很清楚讲明 是谁 什么时候 什么国家 什么时候 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知道真的有神 真的有神就真的有天堂 有地狱 是永刑 还有另一个是永生 并且我为神而做的 是永远赏赐 这件事真是好到不得了 大家在学校 小学以前 现在的小学不同 我不知道是怎样 做一些好的东西 学校奖的奖品给你什么 几支圆笔 一个圆笔刨 刷子架 这些礼物 都是好意的 学校送给你 是好意 不过这些礼物 不会永久的 但在天堂 你帮过一个人 是永远的赏赐 而神的赏赐 是否送圆笔给你 不是的 神的赏赐是很美丽的 你一定很欢喜的 是欢喜到不得了 并且永远蒙福的 所以祝福人 是真的祝福到自己 并且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是否很值得呢 圣经有警告 马太三章十节 现在虎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 坎下来雕在火里 很清楚的 圣经说到 很清楚 没有结果子 就坎下来雕在火里 也很清楚耶稣说 不常在我里面 这个人就好像枝子 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轰在火里 是很清楚的 这个人完全没有果子 生命总是怨恨 总是埋怨 总是说不好的说话 总是要求人 总是得罪人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因为如果不是 神说你没有结果子 你没有荣耀神 你的口没有出恩言 你的口没有说话 令人觉得耶稣美好的 生命有问题的时候 就是不结果子的树 我希望我们的心会悔改 如果我的果子很少 求耶稣赦免我 如果完全没有果子 总是求耶稣赦免 和拯救 改变我们 我们怎样有这个 侍奉的生命和力量 怎样有呢 第一 诗篇一篇二节 唯起我耶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者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火树灾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入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到顺利 神的话语是满有恩典的 神的话语是满有能力 神说了他说呢 我发出的话语必不徒然返回 必成就我所猜他成就的事 当你的心里反复思想 神的话语就会改变你 有些人信耶稣 他说我小时候听过金句 我很多年都不信 但我在困难的时候 我忽然想到金句 我就求耶稣赦免我 神的话语可以留在人心中 几十年之后 这个人才改变这个人 神的话语是很有能力 我希望大家多些看思想 应用 和背诵金句 你背诵金句 你多些背诵 你这个人就喜乐 就会平安 就会有力量 就会轻松 享受人生 在这里讲到 唯卿我耶华的律法 这里我讲到是神的话语 昼夜思想 我不是只记住 不是只听了 在想 为什麽呢 那时候我学生时期 我认识耶稣 我中学 中学六的时候 我认识耶稣 我暑假去做一样工作 就是帮我自己有些外快 就是托汽水 我试过托小的汽水 每盆二十四瓶 可以托三盆小的汽水 如果是大的 就托两盆 去送汽水 送汽水 很多时候有空闲时间 为什麽呢 做完呢 司机就车我们去找个地方睡觉 不要回去店铺 去某某处 散卡休息一下 因为早回去就不行 不是去那里 有些时候有空 我就想到 买一本小小的圣经 我就带了在库袋上 我就去背 我就在那里读 去背 那我就发觉 可以随时随地 大家都可以考虑这件事 不过现在有手机 可以随时有手机用 就夜思想 反复思想 为什麽圣经这样说 为什麽会说这句话呢 他就会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有溪水滋润他 他就会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亦都不会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因为神祝福他 他整个生命就顺利 很重要 我们一定有神的话语 回家看圣经 喜悦圣经 喜欢圣经 如果你专注力不够 你不用看很多 总之你的能力 看了多少 你就看多少 由你思想 亦都可以在家播放圣经 去思想 亦都是一个方法之一 不过最好你看圣经 要知道那个次序 还有爱主和经历神 亦都会自然流露神的生命 这个经文 我都说了好次 我们不读了 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想在我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了 因为耶稣就是会 结出果子出来的 耶稣的生命 耶稣在哪里 那里就有果子 耶稣很美善 有些人去到天堂 他怎样形容呢 他说真的 那些爱涌过来 当他说 神我得罪你很多次 那些爱又涌过来 当他说 我犯了奸任很多次 神的爱又涌过来 神是爱任何一个人 神的爱能够改变人 所以当我们越是亲近神 感谢神 爱主 你荣耀神 神你真美好了 大家看看外面的树 虽然没有花 不过树叶也是很美的 都令人舒服的 感谢神 你看看你的手指 感谢主 手指很有用 做了很多事情 多谢天父 我的手指这么灵活 多谢天父 讚美天父 多谢主 我有眼睛 可以看得这么清楚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以神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所以亲近神 圣经就好像食物 亲近神就好像你吸收了他 你吸收 和神相连 就吸收了圣经话语的应许和能力 当你亲近他 赞美他 欢喜他 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一个很大的秘诀 亦都是全日祈祷的秘诀 大家 我可以这样想 大家有没有试过戀爱 真是很疯狂的戀爱 很喜欢戀爱 你会发觉 你做什么都在想那个对方 是不是 做什么都在想他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想神 你经常想着神 你自然 你的生命就会流露出不同的果子 下面的经文就说到 圣灵将神的爱囂灌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有圣灵同在 里面就有爱 我自己经历过很大的爱 我亦都试过为人祈祷 他经历很大的爱 涌留在他里面 立刻哭 立刻感动哭 因为神的爱来到他身上 对比 尝在他里面 在左边 神就谈到他的福气 右边 不尝在他里面 就好像枝子枯干 人拾起来 荣在火里 烧了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对比 希望大家 忠意亲近神 还有很重要的得力 是以神为乐 欢喜神 神 你做的真是好 你在我心中的感动真是好 当我们尝尝以神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还有叫你成架在地的高处 叫你成为人上人 不是一定有钱那种 而是你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神所看重的人 而这个人也会满有怜悯的心 见到人就想帮助 见到人就想祝福 好了 那我们最后讲怎样 事奉 事奉可以多顾一项 欢迎人 那你说我不是欢迎队 不要紧要的 你不用一定要的 有人来你就欢迎他 跟他聊天 熟的都可以欢迎 我试过去一间菲律宾的教会 这个菲律宾教会的名字很特别 很长 它叫什么呢 The Warm Body of Christ Fellowship 耶稣基督的温暖身体的团契 哇 名字很长 但是真的超级温暖 我进去这个教会 是有几十个人欢迎我 跟我讲好的话 牧师也是非常热情 他们每个月都有几次的宣教 几次是 菲律宾 然后一次是外国 这个教会是 满有神的恩典的 那些人欢迎人 已经是侍奉神的了 你未做了大的侍奉 你欢迎人 去聆听人 有爱心 关心人 帮助人 帮人灵命 传福音 代祷 你代祷 人都做到 你在家里为他代祷 你代祷多 你自然想帮他 有帮人的灵命 神就喜悦 和赏赐 难不难呢 这些东西 不难的 你想想你的朋友 亲戚 你想帮他 你的心就有心 也有另一个方法 当你真的做不到 你请教会的弟兄姊妹 或者牧师 去帮你探 或者帮这个人 也是好行为 或者你邀请人回来教会 听道 都是一个好行为 你想帮他 你做不到最直接的 你要间接做 都是神所喜悦的 人人都做到的 代祷我们人都做到 关心人我们怎么都做到 欢迎他怎么都做到 邀请他回来 你都做到 你说他不肯 他不肯是他的事 你做了 神就欢喜了 我希望大家记得 你做了 你全都欢喜 他信不信得好 神都欢喜你所做的 随时见证耶稣的大爱和大恩 耶稣怎么安慰我 我不知道大家有试过很伤心 你祈祷真的能安慰到 多谢天父 主修补我的家庭 主耶稣医治我 或者耶稣医好我的情绪 主对我说话 说什么说话 譬如知罪 神会给我们知罪 感到我们去对人更加好 去关心人 感到我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要常常在烦恼里面 怎样可以有喜乐 这都是耶稣跟我们说话 主修改我的圣情 提升我的生命 和叫我睡得更加好 这都是我们可以作的见证 当你经历到神任何工作 你就可以告诉别人 这都是荣耀神 都是侍奉我 你可以得到永恒的赏识 和今生的祝福 大家想不想做呢 但这首先是我们喜悦神 你不喜悦神 你会很难经历这些工作 如果有一天都是烦恼 你很难经历睡得好 可能大家现在都睡得不好 但当你放松的人 常常都想神真的好 欢喜神 你自然要开始睡得好 多些聆听人 你和家人他说很多烦恼 有些耐性听他说话 感受他的感受 又回应他 关心他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 告诉他 你听耶稣怎样帮过我 耶稣都可以帮你的 这些都是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帮到人的 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 地狱在那里 虫是不死 火是不灭 那些虫是什么虫呢 不会是蝴蝶 地狱一定不是蝴蝶 地狱那些虫一定是 意思 耶稣虽然没有说出来 一定是会咬人的那些 那些火是不灭 蟲是不死 那你会关心你认识的人 去不去到天堂呢 你能否肯定自己去到天堂 还有你有属灵的生命呢 如果你说我没有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 叫你更加享受神 叫你的心 关心你周围的人 救一个灵魂 比一切更加重要 比你所有在身上 任何一件事都更加重要 尤其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 真的从小到大 你的榜样 你怎样常常常感谢神 赞美神和一起赞美神 你怎样关心人 怎样遥恕他 爱他 也都教他怎样悔改 是会影响这个小朋友 他就会跟从耶稣 你都跟他一起去亲近神 他经历到神的平安 他自然对神就会喜悦 你就带领到信耶稣 有很多人说 我子女一大了 他不想信耶稣 有时候是我们的见证 当然现在世界影响很大 但如果我们越有神的生命 我们越能影响 如果你真的家里有很大的困难 我是很乐意帮助 刘牧师也很乐意帮助 你找我们 我们尽力去帮助 虽然都是在乎这个人 愿不愿意听 愿不愿意改变 我们也学另一件事 就是制造机会 跟人建立关系 以及见证耶稣 见到邻居 跟他招手 早晨 认识他 聊聊天 慢慢你可以聊得更多 还有见到人需要就帮助 懂不懂也好 你在地铁有时见到人 拿着一两个行李 又要拿着行李 又要走扶手电梯 你说我帮帮你好不好 这些都是我们随时可以做的事 接着你就告诉他 耶稣很爱你的 真的有个神的 你信靠耶稣可以得永生的 这件事是随时随地的一个见证 还有我们个人见证 准备好未呢 我们如何经历神的帮助 随时可以和人分享 所有神做在我们身上的事 记住 我们就分享给人听 神就喜悦 和祝福 神喜悦你的时候 你的生命一定是蒙福的 我希望大家 今天这个讯息帮助大家 真是真心说神 亲近你的人是蒙福的 爱你的人是蒙福的 侍奉你的人是蒙福的 我们做任何事 做在弟兄身上是蒙福的 希望大家有个动力 不是说我又要去做什么 而是说我荣耀神 是神喜悦 神一定今生的上志 永远的祝福 这个时候 我们请大家一起起床 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能不能够 真是见到主的时候 主称赞 因为是空手见主面呢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你真好 多谢天父你真好 多谢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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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祇itute 多谢天父 全身 天主 美 灵行 祈祷 共生 美 圣 我 直去 父 可能 与 自己 人 主 美 灵 日 日 来 归 耶 树 喜 可 好 收 回 天 父 共生 美 圣 我 直去 父 可能 与 自己 人 主 美 灵 日 日 来 归 耶 树 喜 可 好 收 回 天 父 我们 黑 眼 祈祷 多谢 天 父 多谢 耶 树 多谢 耶 树 祢 爱 我们 多谢 耶 树 祢 陪 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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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圣 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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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耶 树 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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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穷运 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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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ед ск 纯 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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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耶稣 主耶稣 爱我耶稣 主耶稣 爱我 悠心见过 送我耶稣 主耶稣 爱我 主耶稣 爱我耶稣 主耶稣 爱我 悠心见过 送我 主耶稣 你这么爱我 愿意爱你 耶稣 我愿意爱你 我们愿意爱人如己 我们愿意祝福人 我们做在任何一个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你身上 神你就欢喜 多谢耶稣 何主帮我们在这个时候立心 我们愿意祝福他们 在这个时候我请大家 为你所认识的一个 你最想和他传呼音 帮助他的人 在这一阵你为他祈祷 你试一下 每日都为一些 你想向他传呼音 想去祝福他的人 你现在为一个人祈祷 耶稣 求你帮助 你为那人祈祷 我求主持给我们智慧聪明 如何去帮他们 祝耶稣 求你联盟 使用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有你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 当我们时时思想神的话语 我们时时去亲近你 我们必然结出各样的果子 求主叫我们不要空手见主面 求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 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所做过的 我们的神 我们愿意更多服侍你 我愿意更多荣耀你 神就喜悦 神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愿祝福人 我们愿蒙福 这里有几个人 你愿意成为一个祝福人的天使 你可以举手 向神举手 神啊我愿意 我愿意不断的祝福人 我愿意不断的去帮助这些人 你举高你的手 神啊我愿意你开声 同神说 神啊我愿意 耶稣我愿意求你使用我 求你祝福我 加我力量 加我力量 赐给我聪明智慧 我怎么去做 后主和我们一起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后主加力量给我们 提升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债美天父 感谢主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求主祝福大家 真是活出这种 侍奉的生命 荣耀神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